大家好,我是大厨饿斗 手撕包菜虽然是一道家常菜 但是想要炒的酸辣脆口 却并不容易 有人焯水,有人过油 其实都不对 手撕包菜想要好吃 一定要开大火直接炒熟 中途不能加一滴水 而且给调味品的时间也非常的讲究 给早了包菜不脆口 给晚了包菜不入味 请您跟着我的视频 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颗翠绿又紧实的包菜 已经提前清洗干净了 我们用刀沿着粗大的跟径 把包菜一分为二 接着我们左右各切一刀 把中间白色的硬芯给它切掉 这个不用丢 用来做泡菜非常的拌 特别的脆口 手撕包菜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当然是手撕了 我们把包菜撕成小片 碰到有粗大的跟径的时候 我们也把它撕下来 和鲜切的硬芯放在一起 手撕的包菜就是要比 刀切的包菜炒出来好吃 并不是心理作用 吃出来的包菜断面不规则 更脆口 也更容易入味 撕好的包菜 我们放入一个大盆里面 加入适量的清水 把它清洗干净 洗净后 放入个漏碗里面 沥干水分 等待的时间 我们准备一块去皮的五花肉 改刀切成薄片 这个不用太多 主要用来增加肉香味 全部切好后 放入一个盘中备用 准备一点生姜片 和一点大蒜片 大蒜和生姜的比例是2比1 这道菜蒜香味要更浓郁一点 再准备一把干辣椒 用剪刀剪成小段 去除辣椒纸后 放入一个盘中备用 最后准备一点花椒 和干辣椒放在一起 再把生姜和大蒜也放进来 就可以开始烹饪了 准备一口干净的锅 锅中加入适量的植物油 油热后下入全部的五花肉 开大火煸炒 我们要把五花肉炒干炒香 炒出多余的油脂 等五花肉变得金黄焦脆 我们倒入全部的干辣椒 花椒 大蒜片和生姜片 开大火继续爆香 下一步 我们倒入全部的包菜 然后全程开大火翻炒 炒包菜好吃的秘诀就是 要大火不停的翻炒 全程不加一滴水 在我们这里 很多新手厨师 进厨反炒的第一个菜 要么是手势包菜 要么是酸淡薯特斯 因为这两个菜成本最低 也能练习基本功 只有把这两个菜炒好了 才有资格炒其他的菜 好了 炒到包菜七分熟就可以调味了 加入一点盐 大约四克 加入一点白糖 大约两克 加入一勺量的生抽 大约十二克 加入半勺量的陈醋 大约六克 开大火继续翻炒 把调味品翻炒均匀 并把包菜炒到九分熟 起锅前淋入少量的陈醋 增加醋香味 再翻炒几下 即可起锅装盘 上桌之后 鱼温刚好让包菜达到十分熟 此时的口感和味道都是最佳的 这样一到 酸辣开胃的手势包菜就完成了 这样炒出的包菜 颜色翠绿 非常的漂亮 吃起来味道也是特别棒 不仅清脆爽口 还非常的入味 口味咸香微辣 回味酸中带甜 真的是特别下饭 我是大叔鹅斗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也喜欢我的视频 请您关注点赞收藏 转发给更多的人